大家好 上节课呢 我先大家介绍了peerp如何处理错误 那这节课呢 我们介绍他的紫密片 在peerp中如何进行异常处理 那我们来打开一个课键 上节课我们做的是错误处理 这节课我们看一下异常处理 错误处理咱们都知道 是在程序编写的时候的一些错误处理方式 和运营过程错误处理方式 而异常呢 其实就是什么 一些例外 或者叫做意外 什么意思 是在程序运行过程中 发生的 发生的意料之外的事 之外的事 发生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异常什么改变 就会使用 异常 改变 peerp脚本的 脚本的正常流程 改变peerp脚本正常流程 比如说 如果 如果比如说咱们用一些软件工具正在聊天呢 那突然网站断线了 那怎么处理 这就是发生的意外 打开一个不存在的文件 这也是意外 或者数据库连接突然服务器改地址的出错了 这也会发生意外 这都是在运行过程中的出现的一些意外之外的事情 那咱们的异常处理呢 是在peerp5里边 在peerp4咱们有这个异常处理啊 peerp5中的呃 一个新的呃 重要特性吧 新的重要特性是peerp5加的 其实呢 异常处理 呃 在一些其他语言里边早就出现了 因为异常处理是一种可以扩展 异维护的一些错误处理机制的一个 呃 统一的一种机制 他提供了一种新的面向对象的一种错误处理的方式 所以呢 在一些常见的语言 比如说 加瓦 西井以及Fulton 甚至加尔斯卡的这些语言中呢 很早就提供了这种异常处理机制 如果你对其他语言中的异常处理机制比较熟悉的话 那么你对咱们peerp中提供的异常处理机制呢 那也不陌生 但是他在peerp5里新提出来的 他的使用呢比较成熟 但是呢提供的现有的异常种类没有别的语言多 那么看一下异常处理如何实现的 其实异常处理呢 就和我们编写流程控制比较相似 比如说经常我会问写 如果怎么怎么样 否则怎么怎么样 这就是什么 一种流程控制的判断 如果发生问题了 否则怎么样 那我们这里边呢 用的是异常处理 它其实是另一种实现另类的条件选择结构的一种机制 我们使用的不是ifelse而是try关键字加大括号 然后catch里边加一个对象的方式 什么对象啊 异常对象的方式 然后再大括号是try catch有点类似于我们一副语句的这种结构 但他不是啊 我们可以就用这种方式try catch方式就可以在乘运行过程中呢 对一些出现的异料之外的事情我们进行处理 假如说如果异料之外的事情不处理 那则程序执行过程中呢 遇到异常的时候呢 经常会崩溃掉 所以咱异常处理 经常会使用try catch语句 假如说我先写这样的一个几个语句 比如说输出一行一 我先用输出来表示啊 然后输出一行二 第二上面得加分号啊 然后 输出一行三 第二输出一行四 假如四个输出 假如说中间我有这个 中间执行完一这条代码之后就有一个异常 比如说打开一个不存在的文件 比如说用文件等于f open 打开一个假如说哈喽点tit的文件 我这个目录没有这文件 所以呢 假如一读的方式会出错 当然了 咱上几个学过那个cherry了 出错 不要再输出错报告 你看 如果我不应处理的话 那出错我顶多是提供一个提示 对吧 那这里边呢 我就可以加上try catch语句是try try 在我们生活中的try这个英文单词是事实的意思 所以我就试着执行这里边的代码 比如说试着执行到这 试着执行代码 如果没问题 try 里边有个对象 e 假如说随便有一个对象吧 变量就e 你看 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就直接执行try之后的代码 4 你看啊 假如没有这问题的话 正常执行 打开一个浏览器 你看 div 哦 所以我们看一下如果有问题 我给你写下有问题的 那我就可以判断 如果有问题 他就是假呀 去反一下 thro 使用这个 先一会儿再解释 每个什么意思 抛出 new exce p tln 有caption 文件 打开 失败 这样这样 抛出异常 现在是有问题的情况 你看 哦 又有一个问题 28号 这个是个变量 看一下 执行的是134 没有执行到2 所以我们来把这几个步骤写出来 第一点 如果try中代码没有问题 如果try中代码没有问题 则将什么try中的代码执行完后 就到开始后执行 没有执行开始里边代码 你看 如果没有问题 他全部执行 然后 到开始后执行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try中代码有异常发生 当然这里边我要提一句 在咱prp里边呢 发生的异常 你都得自己去抛出什么异常 而在交易员里边 他都给你想到了 比如说文件没打开 他会自动抛出一个异常对象 我就不用再这么写判断了 但是在prp里边呢 他基本上没有为任何现有的异常 提供一个异常对象去处理 所以呢 我们都得自己去写异常对象 有个别的去写的 像pdo啊 或者xml中 会有个别的异常处理的对象 但是其他里边都没有 所以我们自己抛出的异常对象 所以呢 不要先麻烦 我们经常会自己定义类 因为咱们prp里边系统 现有的类也不多呀 所以呢 咱们在写类的时候 你就可以自己去写 抛出异常就可以了 你看 如果try中代码有异常 发生 则 抛出一个异常对象 抛出一个异常对象 那当然创建异常对象都有类呀 一个caption就是异常的类 所以new ecaption就创建了一场对象 抛出 抛给谁了 你看 抛出给了 catch里边的参数 你看 我如果有问题 抛出一场对象 把它给这个 他其实这块就相当于这样 exceptln 一个类 类名 通过类名 声明一个引用 咱们正常prp是不用前面 而兼引用的 但这个里边特殊 因为跟别的语言相似吗 证明这个对象是他的 那正常我们声明对象是new 一个caption 是这样做的 而这里边我们现在不是 我们只是声明 然后这个new 直接抛给他了 所以这个e 就是这个对象 记住了 你看 有一场 则抛出一场对象 抛给了caption中的参数 那就抛给e了 这个e就代表 现在这个e就是谁啊 就是上面的一场对象 就等于假如说 new exceptln 上面这个对象 以caption类的对象 抛给他了 这个 抛出对象之后 你看 有一场发生了 抛出一场对象 抛给那个参数 则 在try中的代码 就不会 再 应该说 不会再继续 继续执行下去 就不会往下执行了 也就是有一场发生的时候 就不往下执行了 也就是这个二 根本没有执行到 没有执行下去 怎么办 直接 跳转到 跳转到哪啊 catch中 去执行 直接到catch中去执行 然后 catch中执行完了 中 执行 完成 载 继续 向 向下执行 也就是程序没有崩溃 如果不处理的话 文件打不开就崩溃了 那我们开始里边干什么东西 你注意一点 我们大部分是做这个事的 但是并不是做这事的 怎么的 catch里边 提示 什么 发生了 什么 异常 你这可以提示啊 比如说文件被打开 但是单纯提示并不是好的方案 提示发生了异常 这不是主要咱们要做的 我们要做的 要做的事 我们干嘛呀 需要在开始中解决 解决传过来的异常 解决这个异常 要干这个事 如果 解决 不了 你看 如果解决不了 则 输出给用户 那用户就知道输出了解决不了 那用户再想别的办法解决 如果能用成解决的 那咱们就解决 对吧 你看 读取这个文件 对吧 如果这个文件不存在 我怎么办 你看 我在这怎么办 发生异常这个地方 我干嘛 我去创建一个异常 就不是不是创建异常 我在这里边 比如说 他是读取这个文件失败的 那我在这怎么办 toutour touc h 建一个这个文件不就完了吗 那这文件不存在 我就建议这文件 然后我再去读 那肯定就不会出错了 下边就可以继续这文件了 所以有异常发生 不要紧 发生异常了 就是证明没有这文件 然后转到这里边 我建了文件 我再读 是不是又有这个资源了 可以是这样操作 回顾一下 如果踹中没有问题 则将代码执行完 开始之后执行 这里就不执行 你看 如果踹中代码有异常 则抛出一个异常对象 抛出一个用 抛出异常对象 使用这个关键字 使用throw 这关键字 后边 抛出异常对象 当然系统里边内置 只有一个异常对象 就是一个caption 我们可以自己定义 抛出什么异常 比如文件有文件处理异常 数据库有数据库处理异常 图像有图像异常 咱们都可以自己写 写异常类 在加坡里边 给我们提供了 大量的异常处理类 而PSP这里边 没有现成的 都需要自己写 一会儿呢 咱们就会自己写 所以创建一个对象 把这对象抛给谁了 抛给了catch中的e 所以这个e就代表着异常对象 这个异常里边有的方法 在这我都能调用 比如说这边有个什么 我不输出这个三了 输出吧 我这在输出一个什么 输出一个消息 到处里边有一个这个方法 一会儿咱们看了 getmesag 得到这个消息 然后换一下行 这文件打开 失败 然后这再创建 再写 是这样的 开始中执行完 继续往下执行 但一定要注意 这里边并不是单纯提示 什么问题了 咱说了 这里边有这异常 你要把这异常解决掉 开始里边 改变流程控制去解决啊 就像我们 假如说 现在我这办公室 有两个门 第一个门 开不开了 发生异常了 网线都开 今天开不开了 对不对 那我有异常了 怎么办 解决啊 把后门开开 对吧 是不是这样 就解决 但是我也能进来 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前面要是丢了 或者发生意外了 对吧 如果解决不了了 你看这里边 假如后门我也打不开 解决不了了 对不对 假如是就没有后门 就异常 解决不了怎么办 那我就给物业打电话 对吧 那就是输出消息呗 告诉他 我这门开不开了 就这意思 你看这个 文件打开失败 然后四又执行了 其实打开这外 下边呢 咱们又怎么的 不要单纯提出消息 下边我已经创建这个了 解决掉 解决掉 你就不用输出消息了 所以很多人呢 都不是说用try开始 然后再开始 并不是解决问题 而是经常自己不解决 输出个消息 告诉用户 你就得正确用法 不正确用法 就过不去 你何不给他 多写几个方法呢 他这个不行 用这个不就完了吗 对吧 这是 呃 try开始的 一个结构的语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异常类 我们把手册打开 找一下皮皮的手册 看一下目录 看一下异常处理 错误报告 刚才咱们看到了这个了 异常处理 这呢 异常处理 好 看啊 这是一内置的异常类的结构 我们能看到 构造方法呢 其实一个消息 其实这个消息呢 就会付给什么 这个 如果不存的话 你肯定会输出什么 位置异常 然后这是代码 会得到什么 返回的异常 用这个 刚才我看到了 存的异常信息 就掉到了 然后这个呢 会得到异常的代码 会得到异常的文件名 行号 对吧 然后呢 以格式化的一个这种 自乎串的一个信息 这里边这些属性 都是保护的 我继承之后都可以用 构造方法可以覆盖 但是这些方法 加上翻译的关心字了 我不能重新写这些方法了 这些方法就得这么用 你不能改变了 你可以加一些其他的方法 然后呢 我这块写什么 这块是 呃 一个 自乎串 就是可输出的一个自乎串的形式 当然在try catch里边 如果这个问题再解决不了 我在这还可以怎么的 我在这还可以再开始一下 用另外一种方式再解决 你看 try catch中 还可以怎么的 还可以有try catch 再抛出一个 另外一个异常 这里边我再去写 谁啊 try 可以无限的嵌套 就像依附与就是嵌套一样 cetch 然后 excepto 你再去解决这个文件 如果打开之后还不行的话 然后这块 比如说输出一行景 如果再打不开的话 这个文件的话会有这问题 所以可以嵌套使用的 嵌套使用 但是假如说我们 用下一步的就是自定义常类 你看啊 自己定义一个 异常类 为什么要自己定义一个异常类 第一个咱们是使用 可以是单个使用 也可以这个使用 为什么自己定义呢 把这些代码都删掉啊 如果你用单纯的系统里边提供的 就是刚才能看到这个异常类 这个异常类呢 就是内置异常类 它功能比较单调 只是能提供我 发生了什么信息 抛出一个异常对象 信息 系统必须得有异常对象啊 不然的话 用户不写的话 他抛出不了 对不对 如果我真的想解决问题 针对什么问题 咱们就得自己写异常 那怎么写异常呢 其实很简单 这第一点记住了 自己定义异常类 必须是一个caption 也就是内置类的 系统内置类的 内置类的什么子类 所以你就必须写类 BPT继承以caption就行了 第二点 一个ES 这个负类 它负类中的 类中的 只有什么 构造方法 和 ToolStrength 这个魔术方法 可以重新 就是重新覆盖 其他都不可以 记住这点 因为都是final的 关键字 你看 其他 都是用final关键字 修饰了 你要不熟悉的话 你看一下 面上对象 那张的介绍 其他都是final的 不能被覆盖 这两点就行 然后写这个类 为什么 那能说 直接用它不就行了吗 不也能提示消息吗 直接用它 前面我跟大家说过了 异常并不是用来提示消息的 如果你用这个类 只是能提示消息 如果我自己做一个异常类 发生这个异常 就文件打开失败的异常 我就可以创建文件 解决这个问题啊 所以我可以做一个类 class 当然你可以单独定义一个文件了 做一个类 比如说 啊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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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 打开文件 这个异常 exceptln 继承 必须得是一caption子类 exceptln 它的子类 然后这里边我就可以写 如果发生这异常 我就解决这个异常不就完了吗 其他的都怎么的 其他都从过多方法里边继承 负责里边继承就行了 比如说 如果这个异常 打开文件异常失败了 肯定是有问题啊 那我就这里边做一个公用的方法 是 啊 opin 打开 临时的文件 tmp 点tst的文件 然后 以写的方式打开 就是创建一个 这个咱们是 就open 咱们自己定义的方法 先是 不是先写这个啊 然后在这里边 t ou ch 创建一个临时文件 test tmp 点t 临时文件 然后 file 等于 fopen 打开谁啊 这个 tmp 点t 文件 以读的方式 假如说读取打开 是出现这个问题 然后我在这里边返回 dollar file 就可以了 那你看 我这个就是 如果发生这个问题异常的话 我就把这个异常 我写这个异常解决了 所以打开文件 我就可以抛出谁了 抛出我自己写的异常 你看 open en open file open file 一常 打开文件 一常 然后文件打开失败 这个我没写复类的构造方法 直接用复类构造方法 也能得到错误消息 你看这里边 这接收的时候就可以用谁了 就不用原来的复类接收了 用谁啊 open open file 一常 用他接收了 所以呢 有这个异常发生了 抛出这异常 那自己定义的异常 这异常里边就解决 当发生这异常的时候怎么处理 所以 当发生这异常的时候 我就可以直接掉用这异常对象里边的 open方法 解决掉这个问题 所以你看下这块 vr dmp 也能有文件资源了 直接在这写啊 直接在这吧 所以 如果这文上面那文件存在 会有这个 不存在呢 也会有这个 现在看这文件 刚才有了 我把它删掉 看一下 一 打开文件失败 你看这资源有没有了 打开文件失败 也有这个资源了 四执行到了 当然这里边 我如果想提示错误消息 这里边也有啊 文件打开失败 用到负类里边 从这里边继承过来的那个消息 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边就不用再写一遍提示消息了 你就写如何处理这个类的异常就可以了 是他的子类 你看作用 定义异常的作用要知道 这块 作用就是干嘛呀 就是写一个或多个方法解决解决什么 解决自呃 当发生 这个异常时的处理方式 解决到发生这个异常时候的处理方式 那这里就是 如果抛出这个异常 那我这里边 这个异常对象里边肯定是调用的这个 这里边一调用这方法 因为咱们预想到会发生这个异常 所以就把这类写出来了 到发生这异常的时候 一调用就解决了 不用在这 我再写什么什么处理方式 这是自己定义常类的好处 如果你就用负类的一个caption 你只有一个功能 就是提示的功能 对吧 但是如果这里边我也写过的方法 你看 我也写过的方法的话 有一些处理化的东西 但是我必须在这里边调用一下 因为负类有过的方法 使用这个调用co nstr uct 调用一下负类的过的方法 因为负类有过的方法 大家看到有两个参数 message消息等于空的吧 code等于空的 我只要把这两个存进来就行 然后这里边再写一些自己的东西 输出一张w 比如说 这样的话 你才能 因为你不调用负类的方法的话 你咱们现在看结构 不知道负类方法里边写了什么东西 对吧 这个还不知道负类的方法里边写了什么东西 所以呢 我在这地方 调用一下负类方法 要负类方法还继续执行 然后加一些自己的东西才可以啊 所以你只要记住写prp的时候 负类构造方法 一旦写东西有构造方法 你就要调用一下负类的构造方法 哦 这里边43行 咱们有一个错误 看一下啊 啊 print construct 负类的构造方法 让它看一下什么错误啊 你看这个类原来的参数是什么东西 空和零 那我就把这两个参数拿过来啊 你得按负类原来那两个参数 那我这里边 假如跟他写一样 你可以加一些其他第三个以后 就是自己的参数 MESSAG COD 好 这里边看一下 嗯 没有问题了 打开失败 所以加负造方法 一定要调用一下负类的负造方法啊 那不光是这样 我们还可以同时这一个文件地方 不可能说就发生一种异常 有可能发生多种异常 比如说连接数据库失败啊 或者其他的失败啊 那我就都可以处理啊 class 比如打开文件失败 那假如说咱们是 嗯 写文件失败 或者连接数据库失败 我就随便起名了 叫DEMO异常 EXCEPTLN 然后ESTNDS 继承EXCEPTLN 你看 继承这个类 我这里边就可以写一个方法 比如说 处理 嗯 PRO就叫这个吧 处理 这里边输出 啊 处理 DEMO发生的 异常 当然你根据的异常是什么情况 你去处理就可以了 假如我再有异常 class 呃 test的异常 EXCEPTLN ES TNDS 继承 这个 假如说也是写个处理方法 这里边 写上输出 嗯 这里 处理 谁啊 test 发生的 异常 你看 如果在这里边 我们写东西的时候就会 适用上面很多东西 当然我这里边代码我也不这么写 你看我怎么写 我专门有一个程序的应用类 实际上上面是异常类 也就是在我这个类发执行的时候会发生上面的异常 我怎么写呢 你看我就不用try开始那么做了 class定一个 比如说 我的class 这是咱们自己定义类的时候 你看掉在这里边 他这里边有这么几个方法 当你掉不同的方法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 呃 很多问题 比如这个类里边有个方法 就是啊 open file打开文件的方法 但这里边就会出现 你看 file等于fopen 打开一个 AAA1.tit文件 以读的方式打开 然后你可以这么判断 如果 上面不有一场自己异常类了 你先写完了 你在如果在掉这类的方法的时候 你看 如果探号file 如果当这个是假的情况下 那取反变真 如果他有问题的话 没打开 我就直接抛出new 上面什么类 什么异常的 open吧 文件 file ex ceptl 异常 或者这个 然后你可以消息输出 文件 啊 打开 失败 所以这样 然后这块 如果他去做一些啊 啊 demo之类的事 演示之类的事 你看啊 如果出错了 假如这个值如果传的是一 一个变量啊 num 等于一 可以等于任何值 你看 如果 doll of num 等于一的时候 这个单位演示都是发生异常了 那我抛出谁啊 假如你在以后你自己定义功能类的时候 比如这是文件上传类啊 图像处理类啊 分页类啊 这些类的时候 有问题你就抛出异常 对吧 抛出这异常 但是最好这些抛出这异常 你都有解决的办法 然后以后遇到的异常 直接掉那异常类就解决了 其实就这个思路 你看 抛出这个demo ex cptln 这个 怎么 演示出错 演示出异常 这个消息 如果掉这个 啊 test 这个函数的时候 假如里边也有个参数 等于 嗯 默认指令的是零吧 这个默认指令的是零 这正常的情况下 如果掉的时候 穿一了 只要穿一就说明是一种意外的形式 啊 $num 等于 一的时候 我就 其实啊 当然有别的功能 我只是写一片段啊 row 抛出new test ex cpti o 一场 啊 这写上可以是 测试 出错 啊 测试出错 看一下 假如我掉这类的三万方法的时候 你看 我这块 在一和二之间创建一个啊 my这个对象 new my class 这个对象 够的方法 然后我掉用这里边的 my里边的 open file的方法 看一下 然后又掉用这个my里边的 假如说我使用这类的时候 他都有一场吗 demo的方法 掉用这个类里边的 test的这个方法 你看啊 然后这三个方法会发生三种异常 我直接用这一种处理不了 这种只能处理第一种 如果打开文件失败的时候 这种异常 那怎么办呢 我可以写多个catch 假如说demo e x ce pti 如果发生demo异常的时候 我怎么办 输出 echo输出谁啊 这个异常信息 这个异常信息是可以输出的 为什么 因为我这里边 这个两个异常类 如果发生这异常 转向这个demo了 够的方法 没写 他用负类 以开盆继承过来 那个错误提示消息 去用 那这个 然后我这里边有这个错误 还可以解决掉 你看 因为发生的是demo异常 那么这we就是代表这个demo 我用这里边的pro去处理这个异常 catch 你看 test e ncptn dolle 你看 如果发生这个异常 我这里边同样 也可以输出错误消息 你看一下 现在这里边 我有三个异常 分别来处理这种三种不同的情况的异常 当这里边就用这个open打开文件的输出错的时候 会发生文件的异常 会找第一个 你看是不是 你看打开文件失败 但是找到了 对吧 那是当时我没加上圈 你看我再刷新一下 当然这文件失败 我得在这块 不想要的提示这个 错误的话 因为这块出错 他马上就会提示一个错误报告 不然他提示 你看 打开失败 文件打开失败 转到这里了吧 是不是这里输出的 那假如说这个现在 没问题的 假如这里边有一个tmt 现在就tmp 现在就没问题了 这文件是有的 刚才已经打开了吗 你看是没有的 空 那然后呢 假如我这里边圈一 你看 他这个现在就会有异常了 用我圈个一 你看 演示出现异常 处理demo发生的异常 在这里你就可以写 这种异常发生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的 对吧 假如这个是一 你看 测试出现异常 这里处理测试发生的异常 所以 调用不同的方法 抛出不同的异常 然后每个异常里边 如果这个异常发生了 就会有这种异常的处理办法 当然你会根据什么异常 去具体处理 像有那个文件打开失败异常 那我就怎么的 重新打开吗 对吧 或者打开一些其他的文件 就可以了 这就是异常处理 和如何自己定义异常 自己定义异常目的要干嘛 就是解决这种异常 在异常的一个对象里面 然后多异常干嘛 就是你发生不同异常的时候 都有处理的办法 那假如说除了这三个 还有一种异常 假如这里边 有个FUN的方法 里边抛出了一个这个异常 如果DOLFNUM 假如说这块DOLFNUM 等于 一 你知道 抛出了一个这个异常 这写错了 THRW 你有一个 TEN 假如说哈喽异常 有这个 假如哈喽异常 我什么也没处理 但我得有这个类啊 class HEL hello EXCEPTLN 继承 谁啊 EXCEPTLN 假如这什么也没写到 然后这里边也没有 接收哈喽异常 那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 掉地方法有问题的时候 麦 里边 FUN 假如说我传个E 这块等于E的时候 上面等于点吧 你看 如果这等于E有异常了 看好了 那这里边就接收不了了 他的也解决不了啊 程序崩溃 哦 这TES这块 我还有一个E呢 变成零 你看这输一发生异常 抛出异常了 这里没有接收的 没有接收也就没有处理的 对吧 你看二枚执行道说明这程序发生的问题 啊 当然这块 呃 93号 抛出 new hello exceptln啊 hello hello aexceptln 嗯 这没问题的 那是不是就少我写一个接收啊 有问题了 那我不用hello内接收 你看一下 我直接用exceptln 用这个去接收 输出 就这个吧 你看一下 说不出有没有错误 你看 数字次 但错误消息 我在这里没写 我可以写出来啊 假如说 井井井异常 你看 这个并我没有并没有在这块生命一个什么异常啊 hello异常 但这也能输出了 所以这个就用来接一些漏网之余 也就是我在里边写抛出异常了 但是我懒得去处理什么 每一个一个异常去处理 就干脆 只要异常我就提示你什么错我就完了 那你就不想一个一个写的时候 怎么呢 用他 他并不是因为写的最后说所有异常他能接收 而是因为他是所有异常的负类 所有抛出的异常对象他都可以接收 所以我这个抛出的他也是异常的子类啊 他对象他可以接收 但是千万记住 不要把开支写在最前面 如果你把开支写在最前面了 那只有一种现象 就是所有抛出异常的地方都被他接收了 那你相对应的处理各个异常的地方就没有怎么的 没有执行到 处理相应的就没有执行到 所以这就是异常处理的全部语法 包括自定异常和 处理多个异常 还有 什么 自己定义 功能类时 如何 在方法中 抛出异常 就是自己定义 假设 刚才咱们说了吗 my class就是自己用的类 以后你在写类的时候就可以遇到什么问题 抛出一个异常 遇到什么问题 抛出异常 但你 如果想解写的异常 就写个异常来 如果不想解写 就用一个caption 抛出一个caption就可以了 然后怎么办 这里边在使用到这个类的时候 就会用try catch 后期咱们讲pdo的时候 或者将来会讲xml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讲pdo那里边try catch 我就不详细讲了 我直接用一个pdo对象 然后有问题 直接到try catch里处理就行了 就这样 try try 假如做一个pdo对象 等于newpdo 然后里边穿什么参入 如果有问题 c tc t catch pdo呢 这里边已经给我们提供了pdo的exeptln 已经有这个了 pdo的异常了 所以这是系统内置的异常 这个就不用自己定义了 而加网的这样的异常到处都是 所以你做什么东西 它会有异常 所以这里边哪怕掉用pdo里边的 什么什么方法 去处理 然后也会有异常的时候 你在这里边就解决就完了 所以这异常会把pdo的类 这pdo这个类 这个异常类就相当于咱们解决所有pdo上面的问题 所以在pdo类里边 那些方法有异常都会抛出 它都会接受处理 当时咱们再会详细的说 你现在呢也可以看 系统pvp里边的pdo那张 然后你看拆开始怎么用的 那里边是系统唯一用到异常 也是最好的方式 要求用异常的地方 这异常的写法 当然对异常 你如果想更灵活的应用 那你就多看一些东西吧 因为它毕竟跟加瓦 加瓦那种不一样 所有异常都要自己去写 发生的情况 要自己去抛出写 然后每个异常也要自己写 而加往的大部分 呃长出现的异常都给我们写好了 但是呢 其实还需要大部分都是自己写 因为pvp没有 类本身现成的就少 如果系都是系统给我们提供好的几千个类 那每个类系统也会提供 像的异常 就像系统pvp5里边新加这一类 像pdo 他就是在写这类的时候 就给我们抛出了什么什么异常 也有什么什么异常类去处理这种异常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就不用自己去写了 而如果不用到的话 就得像这样的话 自己在写类的时候 遇到什么问题 抛什么异常 然后再写这种异常的解决办法 就好了 签案记住 使用异常并不是单纯为了提示一个功能就可以了 说发生了什么什么异常就完了 不要这样 一定要什么 这是当然是主要做的事 需要再开始解决这个异常 如果解决不了才什么 则提示用户是什么什么东西就可以了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就到这里 这节课主要介绍的就是异常处理 try开始怎么用 然后怎么自己写异常类 系统内置异常类什么样的 怎么处理 同时处理多个异常 异常的在peerp里边 直到这些知识点就差不多了 当然大家还要去把它弄熟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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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